好了,今天看到一個大屠殺的地圖,就告訴我們向世界出發之餘 浮世館又和大家見面了,繼續有我蠍子王做主持 我們身邊,不知道左還是右,就有我們的熟悉面巷,請介紹一下自己 又是我地貓港古佬Alfred Alfred其實大家都不陌生的了,在我藝刊的節目他也來過講 美國的英雄文化,是不是? 今天為何來到浮世館,特意要請Alfred做嘉賓 Alfred做嘉賓呢?就是因為,其實我幫你講一點介紹 之後你自己講講,是吧? Alfred其實幾年前開始都已經在美國讀書的了 所以我們浮世館主要是講一些移居了去海外生活的香港人 那麼他的所見所聞,他一些你通常都不會在正路的報章 或者傳媒體路的報道,因為他是當地人才知道的 那麼我們目前的記錄呢?我們有加拿大,我們有英國 那麼今天呢?我們就找到Alfred說他的亞美里加 說美國,但是你可以說你現在身處在哪裡 那麼跟這個大屠殺的地圖一樣,其實殺戮是無所不在的 問題天天都很多的,是不是? 實話都沒有一撇,但是這些危機的事情總是在你身邊左右陪伴你 那麼正所謂你也知道香港人出名是甚麼的 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對不對? 那麼我幾年前在美國讀書,讀完書之後我媽媽就馬上跟我說 兒子,我在香港聞到一股糯米,我覺得不如你移民去加拿大好不好? 那麼我當然是答應,媽媽這麼有先見之明,對不對? 那時候你也問過我,記得嗎?我們也在討論說你畢業之後 究竟在美國工作,回來香港,還是說不如不要去加拿大 我就比較叫做不幸一點,因為我去申請那個時候 就沒有人去,因為我申請那張OPT那個時候 不是說難申請,是找工作難的,你不要以為是找工作難的 要講一下甚麼叫OPT,觀眾不知道,你說每一件事都要跟觀眾解釋一下 OPT其實是一張叫做,你當是open work permit的 讓你在當地上叫做,讀完書之後實習你自己的行的一張 permit 即是給海外留學生專用 是的,給海外留學生,這樣 那麼是容易申請的,但是找工作難,尤其是在西雅圖,尤其是當時是爆發疫情的時候 我先講一下背景給觀眾聽,因為Alfred一來就進入了政題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自己是在美國哪裏,以及何時開始讀哪一科的呢? 是,我就是2014年或者2015年去到西雅圖,WASHINGTON D.C.那裏讀書 那我一開始就是讀這個college,就是讀這些很臨心的high school program 你一定要讀的,那之後就是讀這個遊戲設計 讀完遊戲設計之後,我再讀一些比較down to earth的東西 就是讀這個,又不是叫down to earth的,認受性高一點的東西 就是讀這個設計,就是真是design 那我現在讀完設計,去到加拿大也要讀九個月的一些藝術課程 那我現在就讀一些叫做比較traditional media的藝術,譬如油畫、pencil art 那算不算現在在讀 master的嗎? post grad的,post grad差不多 其實很奇怪的,外國如果你有master degree,那些人不敢聘你 是,聘不起來了 不是聘不起來,是說你只是專門那一份,你明白嗎? 哦,這樣 反而你只是專門那一份,那我聽了我阿姨說話,她跟我說 其實外國沒有人請,不是沒有人請,是很少人請master degree master degree,就是說你真的很專門那一份 明白,明白 怎樣為止你會請你有master degree,譬如你讀醫科 你讀一些叫做law的東西,專業人士 那你藝術這件事,尤其是到今時,藝術也是MMA來的 喂,話就說不是打而已,但還是叫做mixing martial art 是,好,繼續 那就是,你懂得越多設計,你就越好 那就讀這個post grad 即是要黑蘇魯八粥這麼多隻手 是,八粥嘛 那講起這些mixing topic的東西,是仇買亞講過的 那大家知道Facebook,這麼言論那裡是非常之賣力的 那為什麼大家不追到discord呢? discord是一個好的platform 其實我們是開了一個discord group的 那我看看把連結放到youtube的描述下面 現在可以按下去去談 不過呢,就是這裡discord先 我就比較喜歡大家去主動去開一些topic來談 即是如果大家進去group裡 就我不介意大家主動談多一些問題 不要等我揭招王開一條問題 那些人就答了兩個 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主動聊天多的人 其實我個人很寡言的 人家都不多說 你看看我做節目就知道 就不多喜歡怎麼說話 那其實開一個group呢 如果不是這個group也是聽我打 那沒意思啦 失去了讀者和讀者之間的互動物 認識朋友 我覺得主導權應該是給讀者粉絲 就比較難談多一些 那我其實作為一個輔助 那因為大家都在youtube聽到結智話這麼多 那我覺得在群組裡就應該你們發揮多一些 那我就反過來聽一下 那就可以互動 就是看一下跟進一下 譬如有些朋友說 原來有些麥克風聲麻麻 或者時間太長 那我就再出跟蹤 其實我想你講些什麼 topic 給你們看一下 你覺得怎樣 都可以大家在discord裡試一下 大家交流一下 我不怕你的topic 我只是怕你的topic不夠窄 我什麼都不怕 我怕你不發言 坦白說真的 我怕觀眾有些被動 可能怕醜 去到外國讀了書之後 那我份人都大膽了 那我就叫做 都比較承認 因為有很多 其實不如這樣說 我們由現在開始針入 topic 就是去到讀書 好不好 我們大概知道了 Alfred 的背景 他是一個藝術 或者設計方面的學生 那 我要少少切入點 為什麼我今天特意要找Alfred 因為Alfred 他的所見所聞 和大家看的 美國新聞 是有些不同 或者不要說不同 視乎你看什麼角度 誰派別的新聞 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 Alfred 在美國 遇到的問題 我們作為香港人 看美國 其實都 都是一個很片面 很門外看 很門外看 是片面的 因為美國自己本身 都是一個很多 很多意見 很多不同流派 任何東西都很多 不同流派的 一個地方 譬如說 你說美國 究竟是 一些人 好像 什麼什麼 前總統 那樣 非常之外國主義 還是很多 加州那些 左 什麼 什麼都要 像你所說 有女權 LGBT IQ 什麼 之類的 其實我們都很想 在Alfred 在當地生活過 我們想問一問 以他個人的經歷 其實 就是他身邊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他學校代 發生了什麼事 好 畢竟 我在西雅圖讀書 已經是年二的事 對不起 說了一些 叫做 comic book 西雅圖讀書 是年二的事 竟然是年二 你都在說什麼 你每一次的鍵詞要去解釋 觀眾會 Ear Two的意思 在這個叫做 漫畫界裡面說 就是一個超級英雄 裡面都有 Ear One Ear Two 對不對 第二年的生涯 就是叫做 Ear Two 說得Ear Two 就在西雅圖讀書 西雅圖 一個 一個 處於 Washington D.C.的州 那 眾所周知 都知道是一個 Democrat的 集中 Democrat 就是這個民主派 嗯 那你就知道 那裡 住得那裡的人 全部都是 比較 叫做 左一點的 多數都是 比較Socialist 叫做左一點的人 尤其是 College College 有很多學生 都比較Socialist 甚至有些自認自己是 不太喜歡 capital 甚至有些自認自己是 不太喜歡 聽來這樣說 又不像一件壞事 就是這樣說 就是我 我純粹這樣說 先 就是讓你慢慢 下去 幾年前就不是 但是現在就 過了火了 大家都知道 過了火 是比較去到一個地步 已經覺得 曾經有個學生問我 其實這些香港人 為何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這麼差 他們都養得你匪好 我說 不是吧 養得好 以及叫做 你明白香港和中國 永遠都是一個 老保和兒子的分別 一個打兒子的老保 但是不讓外面的人知道 而已 那在美國那邊 那些 學校比較Socialist 那之後呢 那就是這樣 有很多學生 都是比較 叫做 左一點 嗯 有些甚至 覺得自己 甚至覺得 有些人覺得 共產主義 才是一個 人領世界的導向 那你要明白 那你做得 香港人聽得這些言論 都有點銀意 對不對 那我覺得 作為我們這些 在海外讀書的香港人 我覺得 要更加糾正他們 不是 叫做糾正 更加表明 我們香港人的處境 以及究竟 共產主義 給我們的 一些叫做 究竟 究竟 共產黨 給了多少斧頭 我們 我覺得 我們要有 一個 即是要多給他們看 發生了什麼事 對 不要 不要真的 不要真的覺得 共產主義很好 不是 如果這幾年呢 這幾年就真的 你說太過分了 我想問 過分到一個地點 是覺得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那些左膠是太坦絲 你有沒有看過高達 我們儘量不要說 那麼多動漫的參考 我們覺得是 浮世會 是一個移居國人 左膠 左到一個地步 已經覺得 他們已經不理事 他們已經變成 埋山頭了 已經是 是 即是 已經不理大家 歷史上 叫做 新聞上 所說出來的 一些叫做 中所周知的事件 譬如 雨傘運動發生了什麼事 譬如 這個叫做 反送中的人士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只會覺得 你們這些香港人 只是 有眼不識泰山 這些是學生 即是在學校裡面 你聽回來 是 學生 還要是一個美國人 聽回來 即是對於我們 在香港人 都覺得 挺愕然 挺嘩然 分兩派 年輕人 那些是 二零後的 即是二零零 是不是叫做 Mamilio 二零零之後 那些 年輕人 這樣想 Y2K世代 作為我 1997 一個非常敏感年代出生的 男生 我覺得 我就覺得 我聽起來有點韌子 我想問一下 如果一般在街 或者你聽到是社區 即是一些成年人 他們 都是這樣 過三十歲的那些 過三十歲都有 但是過了三十歲之後 那個程度 是比較平衡一些 你是真的可以跟他們 溝通到 是 我甚至 在隨街 跟一個六十歲的老伯 我都談得到 嗯 我甚至 又拿去討論 那老伯跟我周博士 又 講一講話 他就探念 為什麼今時今日 美國年輕人 這麼仰慕 這個共產主義 這麼仰慕 這個社會主義 那麼 他自己都 他有什麼原因 對 他有什麼看法 他是什麼 這個老伯很有趣 他曾經叫做Hippies 是 希皮士 他曾經叫做希皮士 他也經歷過越戰 他是支持美軍 但是後來發覺 其實美軍有時候做些事 過了火 他比較一些叫做 他又不是遊走 他比較叫做 堅精於 你聽過的叫做美國正義 是不是 你跟觀眾解釋一下 就是 你不要當觀眾是名字 就是盡量精簡 是的 美國人永遠都有自己的 美國的正義 美國的自由 是 那本文章 就跟著這個叫做 又不是那個精神 其實是來自 Thomas Jefferson 的 independence of decoration 就是這個獨立宣言 這種美國正義 和美國自由 就是 由這種叫做independent 這個獨立主義 那裏延伸出來的 就是什麼都做得不好 太過火 這個阿伯是有得商量的 他都覺得 今時今日 其實是不是 他都跟我說 Alpha 我知道你是香港人 我知道是亞洲面孔 聽到我這番結論 應該有一些叫做 不舒服 但其實 亞洲的紅色力量 已經干預了美國 非常之大 那我就說 我認同 是 亞洲的紅色的力量 已經叫做 叫做 蒙騙了 比較年輕的一代 我又反而想問多一點 細節一點的東西 就是你的意思其實是說 反而是在你那區 美國年輕的那一批 他 就是我們出奇地 談了 那其實 你知不知道 其實大概的原因是什麼 是為什麼 或者那個阿伯有什麼 為什麼他覺得會這樣 這些其實是 態度問題來的 那就是 譬如 你這期其實叫做 半逆期 對不對 那說起 其實有些學生 都比較喜歡一點點 叫做 HT 那自然他們會覺得 我行共產主義 就是給別人特別 就是給別人有 有司徒之命 其實都是一個 叫做 attention attention seeker 一些比較 但是如果 在那邊 譬如我們看到 經常 就是在美國 都大量籠罩著 左膠那些 那些 那是不是其實 是不舒服的 他們已經成為一種 反而非左膠 是一個 小眾 可不可以這樣說 在你那區 那 如果 你以個州來看 當然是 永遠都徘徊在這個 叫做 四五或者 六四 因為永遠 有一百 marginal 人很中立 中立到 你覺得 任何人 你們不要以為 不表態 這就是 老人 url 老人家反而是5%,支持自己美国本土主义那些是5%,不表态那些就是三十几岁至四十几,要上班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美国那时候竞选,为什么拜登摆明是这么有问题的人都可以成功竞选 不是,讲起一件事我就要讲,那你知道我出人读书的时候,那你知道一定有些堂读这个叫做political science,geo politics 的东西 你要读的,那自然这些新闻你要看,那艺术都是relate to this politics 的 那我就问当年同学,为什么你宁愿投一架坏了车 都不投一架还能移动的货柜车 OK,那你要比喻哪个对哪个,因为这里讲话要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 一架坏了车,当然是拜登,油脑也爆了 OK,OK 那一架还在工作的货柜车,食柴油的,当然是Donald Trump 对不对,他们就说,那周拜登在这个民主战线的最后一条防线 那他们这样说,那我唯有相信,那我也没有东西说,那别人的投票 所以我们这些香港人出声,就比较尴尬一些,不是不让你出声 只不过不能到我们粉,也不能到我们投的,对不对 我又想问一问,是否美国是有什么资格才可以投票呢? 绿卡行不行? 绿卡,其实有很多人持绿卡都不投票 这就是一个问题 永久居民是不行? 永久居民某些程度不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问题 因为其实投票率都比较可疑 尤其是上次的上届,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州的投票率没有那么高 突然间会多了那么多呢? 很可疑的,但其实很奇怪的 左胶和30岁至40岁的人是不投票的 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些30岁至40岁不出声的人就说,这两个都是垃圾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是用这个东西 投利也没有用,两边都是这样 两边都是这样 但其实大家是忽略了,其实美国是不单止得民主派 和共和 其实还有些小派可以投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现在主流是窗户 你投那两大派就可以了 这一样东西是我不喜欢主流传媒 叫做 酝酿一样东西,你投两大派可以的 你不要投那些小派 好,那我又去问你关于左家越来过分的事情 那你说近这几年过火了 你觉得现在他们演变成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演变成的程度 是的,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 其实他们在香港也有追了很多推特 其实有一部分的人已经夸张到 不理智的 主动叫小孩子说 其实你未必一定要 即是你说,我可以由LGBT IQ引入 LGBT还未完 LGBT加个I和Q 还加上其他 IQ精神 Gate and Lesbian和Q 也有个不知一大堆东西 那就是说 反而 即原本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呢 就没什么所谓的 你的性别,你的性倾向 你喜欢什么性别的人都可以 我们应该接纳 听说 就这样听那一阵 就没问题 但是你不需要主动 去叫别人去 问自己的选择 例如说 一个A人 我本身是男人 我喜欢女人 他觉得没问题 但他说,不是啊 你想想 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做到 像男人那样呢? 你可以不一定穿男人衣 你可以试试 喜欢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就开始过火 而且 你将这些言论 你放在 即经过某些节目 你放在小孩子那里 那些人就觉得 事情好像过了火 或者 你那边的那里是怎么样呢? 小孩子那部分我没有听过 应该我没有见闻过 但是 就 我知道 我首先这样讲 我本人是 是觉得 我尊重的 就是譬如你是同性变性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有什么事的 我甚至在 在酒吧对面 都有聊有笑的 有时候 就是 好聊的 真的好聊得到的 但是有时候 有些LGBTQ 他们自己 有个圈都有 有时候会耐控 有时候有个朋友 他是同性 他都跟我说 如果 就是这样讲 你的言论 有时候 是比较 strict forward 你不要去那间巴 因为那间巴 那间巴 的人是比较 extreme LGBTQ 为什么extreme 我非常想知道 他们的 譬如这样讲 可以上光上线 譬如你说了一句言论 蝎子黄童 去到一个LGBTQ 说 其实 你们是不是可以 不要穿得这么暴露 他们就觉得 会上光上线 你是不是识别歧视 你是不是 叫做 就是 他们会用这个saxism 和racism 来 任何东西都加上 就是无敌 你明白 你是一环一直 跟功夫一样 明白 这个racism 和 sexism 是一环一直 和死光是没有分别的 你拆了我便死了 明白 现在是去到这个阶段 那有没有说 在学校 在一些区域 他说的东西 你觉得越过火 怎么说 当然 梁人士的讨论是好 梁人士的讨论 就是有一个 common ground 就是你和我五十五十 那样谈 是不是 但不是的 在唐上 你知道 虽然是艺术学校 都是有一些叫做 比较政治一点的课堂 要上 是不是 有些比较LGBTQ的人 说话 是比较叫做 比较压倒性一点 是压倒性烟 就是 是直接 你说一句话 就是拍一次桌 我想问 你说的是真的拍桌 还是你的形容 是一个形容 譬如每一次 他就集你一字斧头 那些老师 会怎么办 这件事 我问过那位老师 我曾经毕业之后 跟我约上一个老师 叫做 喝一喝 他就说 我问他 为什么当时你不停他 他就说 哇 停了很大劲 这个 既然如果 Alfred 看这个话题 我帮他一点去转述 因为我们节目 要讲得比较 specific 和精简 我停了意思 我停了个LGBTQ的学生 各学生 有可能投诉我 是的 是的 因为 因为 这个 可能大家知道 歧视 就是discrimination 是一个 但是 根据歧视 和我们要平权歧视之后 其实很多年前 出了一个 叫做 counter discrimination 就是说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 避免歧视 我要制定一些 规则 这些东西 就令你不要那么容易 引起这个 种族和性别的问题 但是 因为有这个规则之后 很多人呢 就很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就反过来 就是 你可以这么说 借用这个特权 差不多 你可以说 多文尼的 disccussion 譬如说 不说性别 或者不说种族 先说 先说 以前美国 可能 黑人就不能坐车头 要坐车尾 或者 黑人在街边开车 无端端受到警察的骚扰 是多过白人的 这样 那么我们提出这件事 有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唯一提出的就是说 那么我们要制止这些 专注对某种族的人的事件发生 其实是没有对的 表面上有一层 但是事情就演变到怎么呢 就演变成 只要我是黑人 我是黑人 但是 无论你们说什么也好 我就学Alfred 或者说 你挑战我 你不觉得 是我这样的肤色 所以才挑战我 那么有时候不是的 你公司做错事 你本身的思想 思维有些问题 是不是 那么我提出 我更正 其实不关你的肤色事 但是很多人就借 肤色 和性取向 之类的 这些价值观 这些东西 就是这样 压转 就变成 只要你 比如说当我是黑人 Alfred 现在和我说的 讨论 可能我说的 他不合听 那么他更正我 我十次 有九次 那是不是因为我是黑人 你懂得这么说 那么 那 没什么好说 你拿这些东西来 但是很多东西 不是关枯色 但问题就是说 你说话 你不像我们 就是做逻辑 或者好像IT 那样写一棵 有个曲楼底 是不是 没有true and force table 那么 我怎样印证 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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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说到好像很没人 很容易大家都 上纲上线 就是其实 等等 等等 阿根 其实呢 我在学校学的黑人 都比较理智 一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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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我和黑人 是挺友善的 有时候黑人 会用个N word 来称呼我 是 是 我想问一下 在那个 那个 学校会有些 类似 我听你这么说 你说有个 有个城市 真的专门去 公布LGBT IQ 是 西雅图有个地方叫 capital hill 不是国会山葬的 大家 不要认错 很多地方都叫capital hill 那么 那个地方呢 是那些酒吧街 那些比较文青一点的地方 嗯 那么 他们 之前 大家有没有听过西雅图呢 有债LGBTQ 就 不是 有债LGBTQ 有个叫做BLM 的示威系 那里 那就要 那里搞了很久 都搞了三个星期 在capital hill 那里 那就很乱 那 就 那个地方 就 叫做 怎么说好呢 就是 capital hill 这个地方 我就不介意 好像 我们这种人去 虽然 我们都比较 叫做 在香港比较 讲话 都比较 讲少少 或者strict for work 但是你去到那里 你要更加小心 为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 capital hill 就说很open mind的地方 但是其实 我就觉得是 非常之closed mind的地方 你明白嗎? 因为你不能够提出质问 和他们的价值分身相衡 因为我曾经去过capital hill 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去那里和一些朋友 叫做 那里有个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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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 那你们都做得很好 现在都 嗯 是的 那他们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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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是不是对LGBTQ有问题 我说 不是 那 这个就是刚才 现在 美国 即使推特有很多人都说 这件事就是说 那你说 反歧视对不对 对 平权对不对 对 男女平坦对不对 对 对 多重性倾向的接受程度对不对 对 OK 那你这个Captain Hill都说明叫做 任何题题的事情都可以谈到的地方 但是 这个就是 现在美国开始出了问题 就是说 那个 common ground 或者说 就是等于我返回来 我今天说的很冒犯 某些性别的人 就是说 叫什么呢 就是 廣东文字 潑腐骂街 大家觉得 对女性很不尊重 潑腐 为什么叫潑腐骂街 有时候 某些人 就是 发起事情上来 你无法跟她 就是不可以谈谈的 就是 譬如说 我们说的 LGBTQ 是不是对任何问题 不是 但是 为什么 他们经常觉得 我们提出任何的问题 就是对她 觉得是挑战着她的事情 那是不是反过来 再不客气些说 那一定要认同 那这个是违反了美国的精神的 那什么东西 那其实 我们当然我们每次讲话都想 客客气气 但是 事实 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全部人都是 Double standard 来的 只不过是 我们全部都是 嚴刃欢喜的 对不对 包括你和我在里 都是 我们全部 住在这个地球的人 全部都是 嚴刃欢喜的 对不对 只不过他们 嚴刃欢喜的程度 是再 extreme 那很难跟他们 沟通的原因 是因为 你不能够保持一个叫做 Consistent influence 的讨论 一个比较持续性 流情顺畅 或者 理性一点的讨论 你是不能够的 我觉得 最近有个新闻 就可以印证到Alfred 说的话 就是现在Johnny Depp的灵信 大家完全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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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万事又跟别人说 你是男人 家里有家暴 谁有人相信 I am the victim of the domestic violence 我就是一个 这个是因为惯性 那你是不是说 就是很多这些 我们今天的 topic 就不是Johnny Depp 的事情 但有机会我们再说 但是我觉得 你开始会明白到 那件事 我都要做些research 是的 就是你开始会明白到 究竟 可能Alfred 作为留学生 在那时候的所见所问 你可以看到 其实 其实美国 在他们的价值观上 其实真的都 其实我可以用这么说 都粒粒亂 都粒粒亂 就是整件事 真的很混乱 不是 其实我觉得他的东西 我有个 我有个室友 一个美国人 他跟我说 Alfred 其实你 你要明白 其实我们感觉到 第二次内战 这件事 不是这一年发生的事 根本这个气氛 是三百十天都发生的 其实是的 我们每天都在打第二次内战 是的 因为我们今天 当真 始终你讲 浮世会 就是说 移居了外国的 港人的故事 但是 真的很开心 今天Alfred 就提出了这些问题 其实 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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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和拜登 他们选举的时候 其实 那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 闻到一股美 其实就是 为什么 那时候 会处于一个 那么紧张的状况 其实 就是你特朗普 那时候的印象 可以说是很 跟世界 撑到行 例如某个国家 为什么突然之间 摆明这样的 选举上的舞弊 行政上的 摆明就是 偏帮 或者压制 这件事 不再说 都不出声 其实 我自己的一点的意见 就是说 其实当时 美国 其实真的处于一个 特朗普 原本想给他的心思 花在 外交 就是和其他国家的周旋 但是他发觉 如果他不把他那个精神 放在 美国内部 搞的话 其实他根本是 控制不了 美国人内部的 那个安全 就是 真是你个朋友说 如果我不花 就是如果那时候 National Guard 不搞 其实真的分钟 因为价值观 而令到 美国是分了 就是真是内战的 就是我那时候 都强烈感受 这个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拜登可以 就是这样 洗横手 就是我觉得 其实 当然我不说 后面的政治的阴谋 那些东西 今天的题目 就是有大家想听 有机会再说 我再说 或者 或者Discord 说 你可以将你的意见 这样说 或者你可以在Discord 搜索了 好像 魏康 紫王 或者这些键词 先 你看 进入一个群组 你应该召集 就召集到进来 你可以说 我想extend 刚才佛世卿那集的节目 说一下这些 我们自己有什么看法 可能你在海外的观众 都可以说一下 你当地发生什么事 因为其实我们都想 集合多些不同的意见 就是 其实我是借移民 就是这个题目 其实 你一 就是今天就很好 今天大家说的 你觉得好像 不是说香港在外国生活的吗 为什么不敢说这些 这些 这一件事跟你移民了 就紧紧相还 Exactly 你没理由移民了之后 那你 就不表态 不表态 那你不表态 北美国家就是 你沉默也是一种罪 是啊 全世界都是 我觉得 那香港这一件事 不是apply 你最好在沉默 是不是 香港是那个现象 但是你说应不应该 是不应该 是不应该 但是已经变成一个固体 是一个现象 是的 是一个现象 那说起拜登这件事 少少插过而已 那你知道 选举人当日 大家都非常 叫做agly 非常叫做 叫做烦 又不是叫做烦恼 叫做 不要紧 继续说 那是怎样呢 就是 我在课上 开了zoom的一个课 那我就 问 问了一个老师 问在座 四十几位学生 就说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竟然 我们每次都说 political 是related to art 那我们是否能够对 今次选举舞弊 不出声呢 嗯 那他怎么回答呢 那老师 那老师就说 我下了一堂才回答你 嗯 那下了一堂 那老师也给了一个 很可观的答案 我个人觉得 都明白 为什么他不说 那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些什么 特色一点说一下 好 可以简洁地几句 都是 都是份工的问题 嗯 明白 和这个州所相信的 那个党的问题 是 所以那个周边 环境压力都很大 就是有时 是很大的 但是其实有些学生 都跟我说 虽然有些学生 是非常之左 但是也有些是比较理性 一些 其实Alfred提出来的 那个问题 我们是需要正视的 是 所以其实 虽然我们赢了 但是赢得不光彩 你明白吗 即是他们 我明白 有些人觉得我赢得不光彩 但有些人觉得 我怎么都要赢 是 我想问一下 他那里是不是其实很多人在用TikTok 是啊 年轻的一代真的用得很多 讲远的 大家明白 TikTok其实有一件事不好 太过短了 那你知道明白 所有 context 融失到这么短 其实不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对于 尤其是当 尤其是当你有新闻 有时有些新闻 都用TikTok这种方式 来报到一件事件 是不行的 变成很碎片化 很不完整 很fract 但是明明 新闻 最好就是有这么长 这么长 对不对 有这么准 应该 没理由 没准的 每个新闻 每个新闻 机构都有自己的 对 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觉得 是应该 我觉得新闻是不应该没有立场的 这个我同意 但是 作为报道新闻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和女人的裙子一样 有多精简 都这么精简 不应该这么沉 是的 是的 如果不是 这个是正常的 如果我说一件事 可以的 Alfred 你先看这五页 我问他 可以的 你再看这三页子 我身上也没人看的 但是你说是否这样 就应该TikTok到15秒呢 那我就不觉得 就是我觉得应该要 这些事情 所以就很危险 所以 美国是一个 什么都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是 领导或者 行先的国家 他国家里面都这样 所以其实你也看到 其实不是说 就是 寻找他乡 去了一个地方之后 就 HAPPY FOR EVER 其实不是 就是问题天天都 好 但是你说如果在 美国的校园 是发生这些事的话 那你现在在加拿大了 那 你的加拿大现在在哪里 那你那边 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在校园 我这里就 你也知道 加拿大出名 这个左交大国 都是左的 是的 但是你不认我 我住了HELFACS 这么久 这里的人是比较理智 一些的 你是加拿大的哪一 中南西北哪一岛 HELFACS 等一下 我真的要查一下 但是 不要了 不要了 HELFACS 我这一边 那些人是比较理智 虽然都有左交 但是我们说的 都比较 是一个理智的 你那里是近着美国境这边 还是近着 中北一些 那些 就是比较 近 再北一些 那些 应该是北面的 因为其实我对 我去美国境外 都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住在这里的人 想的就比较 樸素 为什么呢 这些事情想的就是 我不管你阻定 只是对 还是错 但是我们 大原则来说 我们需要在人道那边 是要正确的 你分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你以前在美国那边 大部分的事情 是要立场先的 可以这样说 喂 很明显 这么多漫画 都跟你说 是 不要说漫画 今天真的不要说漫画 因为今天的朋友 大部分人都很少去看漫画 是 是 那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在美国做任何事情 都是立场先的 立场先的 是 是 那就是说我 我最待 是 加拿大这边 就让你容许中右 或者中左 还有 虽然说是左加大国 但是这边的人说话 比较理智少少 只是我 那些咒 我不知道其他咒 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你说 你这个团队经常说 美国都可能会内战发生 因为一个国家 怎样是内战呢 就是 除了他的种族 阶级之外 其实就是那个价值观 而价值观很隐身就是他的立场 而因为美国他的立场 太过分野 太过明显了 就是左和右是很extreme 很不同 是的 而中间谈得到的又越来越少 还有那个火味越来越重 任何事又越牵 就是那些事件越牵越多 那你随时有东西 就 就是可能救过人 吃过饭 拍过拖 可能都要问你的立场 那整件事就真是 是 在美国真是危 就是不要说危险 就是 就好像 做事都要遵守 遵守遵守 就是 那种感觉就是 你二十四小时 在焗爽牙 哇 这个就是给我们观众一个很大的 insight 就是说 我们在那里亲身住 还要是 Albert 还是处于一个求学的阶段 就是你想想 如果出来 真的 就是在美国移民 而且做工作了多少年 在工作上 我相信是有一个难题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观众去想想 那你可以这样说 其实加拿大相对来说 是好些 好 不如这样说 加拿大没有那么窒息 嗯 嗯 都给你有些谈 谈完之后 不管是一个问题 起码让你先谈 嗯嗯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花了半个钟 了解了Albert 过去的那几年 在美国生活 其实 就是都是 如果英文有个字 叫suffocating 就是好像 suffocating 对 很怕 说错也被人问 我想想要怎么 其实都会不会变成呢 说话交行课的人很多呢 是多的 尤其是老师 这个 老师交行课很多 不难他理解 我不难理解 我也約過老師出來喝過東西 他也跟我說當然要交房貨 我不交房貨 我會被人炒的 所以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我覺得美國還要同期處理對海外其他國家的那麼多外交 我覺得聽完之後 我覺得身為一個美國人 很累 我們就講到原來美國的生活令人這麼窒息的 那個世界那麼多人嚮往 最多人想去的地方 其實他當地都在發生的事件 你壓低一點這個鏡頭 奧佛 好 幸好你現在在加拿大 一邊讀書 一邊找工作 你現在建功的所見所聞又如何呢 你現在順利嗎 我會建議大家如果你是以我這種讀書移民方式的話 最好就在學校裏做一點點volunteer 或者一些叫做front table的services 因為他們會 這些工種其實 你只要給心力打好那張resume 或者上課的表現好一點 那份工都應該會是你 應該會是 哦 即是會由委員會變成full time 又不是full time 而是委員會變成part time 但是我之前就跟你說 競爭是高 但是如果你正在咬牙關 就一定會找到 那你現在正在跟美國 哦 美國又怎樣呢 你正在咬牙關都不能到你去找 哦 那你現在在加拿大 正在見什麼類型的工作呢 首先我一定要建議一下 學校的front table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怎樣front table 就是register table 即是幫人回覆email 幫人回覆email 幫學生檢查一下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報告啊 幫一些advisor去分類一些文件 admin的工作 差不多啦 我稱之為薯片工 是 那你自己 本身之前有沒有說從事過 我聽說你都做過幾份part time 做過幾份 就有些 都是圍海在那區做的事情 譬如Frontier啊 一些 學校的工我都有做過的 譬如 清潔我也做過的 嗯嗯 但是他不會讓你清潔一些叫做 就是叫你 應該好 叫你抹桌啊 消化毒而已 都是把那些 學校裡面的垃圾 倒去那些叫做 一些適合的地方 因為其實有些人很缺德的 是 那個箱呢 那個叫做環保箱呢 他不會就這樣丟那些東西 有些人會丟飯盒進去的那個 就是你要分類 要很缺德的 有些人 你要幫他分類 這樣 是 我小弟其實都做過漫畫店 那裡有沒有有趣啊 或者 或者 跟我老闆挺好聊 嗯嗯嗯 那你那邊那些人 就是那些 應對又怎樣 就是 就是 剛才那些工程 全部都在美國的 是是是 漫畫店都在美國的 是 是 這裡都有 但是這裡的人 不多看漫畫 那他們看什麼多 我想說 電子漫畫 哦哦 說起這件事 譬如 說起這些周邊的事情 千萬不要害怕跟外國人說動畫 因為他們現在很喜歡 是 你只是日本的動畫 日本的動畫 是 是 千萬不要避忌 大家其實 是 其實這是一個共通語言 就是日本的動畫 是已經打入了這個 這個 很久了 是啊 就是 認受性都很高的 認受性很高 千萬不要害怕跟北明人說這些 因為他們 他們最怕你不說 哦 我甚至有一個朋友 我去加拿大 他說 你亞洲面孔 最近有哪幾套動畫 你在看的 這麼說 哇 其實 那你在加拿大生活 那你剛才說了 加拿大和美國 有少少的分別 加拿大會舒服些 那我住在這裡 已經是比較鄉村的地方 是 那些人對移民的態度 就是我們也不是加拿大人 那他們對那些人的態度又怎樣 因為我每一集都會問這些 這裏的人比較好 Helphax的人不會假設你是亞洲人 但他也會問你 你是哪裏 他不會假設你一開始是中國人 這樣 他一開始問你你是哪裏人 我說香港 香港 他都問我 香港都比較濕淨一些 這幾年 即是他有看新聞 有 我問過三十幾歲的叔叔 那叔叔說 香港最近濕淨一些 他說 是濕淨一些 他說 祝你 你這裡有一個新的開始 挺好的 他都保持一個觀望 挺好的 我以前住蘇格蘭的時候 其實香港新聞不太過得去 不太過得去 即是說 那時候可能 佔王啊 佔中啊 發生著這些事情 那裏的主流是沒有怎樣去暴動 可能幾句 就是riot 暴動啊 那些幾句 那些人就沒什麼知道 但是你說英國 前宗主角的新聞 那我也很驚訝 蘇格蘭和英國都有一段距離 是嗎 即是倫敦 倫敦 不就是我的意思是 你說英國是聯合王國 有英格蘭 愛爾蘭和北愛爾蘭 威斯聯合王國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住在蘇格蘭的時候 我的新聞是去不了過去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身為宗主角英國 因為蘇格蘭都是英國的一部分 那裏的人其實不是很知道 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很驚訝 一個稍為鄉村 稍為郊區一些的 加拿大的一個 就是都略略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些新聞 那我也認識幾個 師奶啊 幾個叔叔啊 都跟我說 努力一點 這裡 移民條件 就比美國容易一些些 你現在要怎樣才可以成為 即是 要怎樣才可以成為 加拿大國民 我的個案 不是國民 是這個叫做 永久居民 不是國民 國民是兩樣東西 那 首先 因為其實我現在開了一個計劃 就是投身體計劃 大家都聽得多 是嗎? 如果你年齡 好像我這個年齡層 就讀書一年 之後 在那裏 不知道留多久 好像是做事 做三年 做一年 你就拿這個 永居 嗯嗯 都非常之叫做 吸引 那條件 你現在就朝著這個目標 是 但我請大家 去羅馬 請你先學羅馬語 等同加拿大 請你去加拿大 先學好英文 因為如果你去到加拿大 只講中文 其實很尊重別人的文化 當然 全世界 還有 要花多時間 我提醒大家 英文 不要只學文化 文化很重要 其實這裏的人 介意你用一些 比較普通的文化選擇 因為這裏的人 很簡單 你明白嗎? 你用一些很廢話的文化 但這些文化錯了 不要看 你也要補習 我都有提供英文服務 反而 先學好文化 大家先學到基本上 不要學一些廢話 學基本上 準確一點 我只能夠跟你說 我之前 有一個老師 中學的時候 就是因為 不斷教文化 我自己基本上 我只會跟大家說 我的英文是 below average 是 我自己比較 down to earth 我不敢說 average 是 我也是這幾年才 先拿回文化 因為文化很重要 是 我想問一下 那邊 或者你的學校 你身邊所知道的事 多不多 人借讀書 去拿這個永居 在那裏 你身邊 或者學校 我知道 印度人 都多用這個方法 是 香港 我暫時沒有太多亞洲的不同 除了印度人 那裏 你那裏說 要讀什麽科 或者哪些科 會 popular 是可以做些 沒有 反而加拿大 就 加拿大沒有美國 那麽 叫做 怎麽說好 分的那麽仔細 你知道在那裏讀書 你就會 譬如你讀一年 就拿一定的 就是workout permit 那你workout permit之後 你只要 做事 做不知 夠不知 多少個鐘球的話 他就會給一個 living permit 對嗎 是 但是你那個 叫做 譬如你讀三年 就不給三年 讀一年就讀一年 其實你一年 你會追到那些 時數 夠申請 叫做 restant permit 都要經過 我理清一點 我怕觀眾會 就是說 你當你讀一年 書 他會一年 就拿一年 不是 一年之後 給一年的工作 visa給你 不是那麽意思 是給一年的工作visa 就是 總共兩年 一年讀書 就一年之後 拿一年的工作visa 是啊 是 那你讀三年 那你讀三年 那就是四年 就是 讀三年 三年 畢業完之後 那一年之後 給一年的 visa 就給你上班 那麽意思 你讀三年 給三年 那就是六年 可以在一個 滯留六年 那麽意思 那麽意思 大家觀眾 清楚一點 就是說 你讀一年書 讀一年書 一年畢業之後 給你一年的工作visa 總共兩年 是 如果你讀三年書 就第三年畢業之後 給三年的 working permit 給你 是 總共六年 但是 這些專業一點的知識 請你留給那些移民公司 幫你搞一下 是 你自己清楚 是 因為其實 你知道為何移民公司 要給那些錢 是因為你要搞那些 document 那些 document 其實都很麻煩 哦 是 因為我和我媽媽都知道 嗯 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都不少 唯有 僱用一些移民公司 幫我們搞 document 就是 file document 是 哦 明白明白 那就是 那其實都不錯了 就是 視乎你讀那個 course 的長短 給你 exactly 這麽長的 work permit 是 其實這個已經很大方 加拿大這個救生艇真是 這個後門都開得 比香港人都開得很認警 我覺得 是啊 其實他 就是我問多一點點 其實他沒有怎麼限制 是哪一類型的科目 只要你來讀書 是一些有認證的書 就是有認證的課程 要有這個 加拿大認可學院的證書 嗯 你不要跟我講 駕駛學院 那些都算不算 我們知道 是的 其實都已經很 很不錯 很不錯 大家都 你知道美國工作晚半拍的嗎 是的 我不知道 因為加拿大人 這裡有句話 美國人工作晚半拍的 是 哦 就是加拿大 全部國家 覺得我們開個後門給香港 美國是等待半個月 我們開個後門給香港 他最困惑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不要這樣說 我們 我們 我們的老婆 都是 Under table 這家店 他們最熟的 是不是 他打一個給5加1 中主角 中主角 我不 我 我不 我 我 我 誰 是 對 始終他們都有責任 喂 其實 都很開心 看到你在加拿大的生活 都很開心 沒有這麼窒息 通常你課員 或者做完part time 你那陣子的人是喜歡玩些什麼消遣的東西 就是他們文化上是怎樣 這裡就多了 是 美國人呢 喜歡玩online game 這裡的人呢 反而喜歡聚在一起 打街霸 打任天堂 這樣 就是 一眼就在家裡 這裡的人 都還是很 叫做 怎麼說 都還是很90至 2000年初代 你明白嗎 都是這樣說 放了工之後 你去我家 還是我去你家打遊戲 驚訝 這個 美國就是全部宅在家 打online game online game 比如說 美國是這樣的 我今晚就開你拖 今晚我們打遊戲 我這樣 但是 加拿大就不是這樣 你今天開拖 你在我家開拖 還是在你家開拖 那除了打遊戲之外 他們會有些 其他 會不會好像英國那樣 我自己 我自己 就 譬如在學校 做完我的畫畫功課 就會自己 去一個叫做畫畫 club 的東西 去畫畫 這樣 哦 其實都 這裡做事 你不要以為 還是 雖然說很高科技 但這裡的人 那個 社交的 那樣東西 還是非常 叫做 person to person 其實挺好的 聽這樣挺舒服的 其實 我是喜歡這種方法 是啊 是啊 是挺好的 我相信 即是你再繼續住下去 我猜你應該多些經歷發生 我猜我猜加拿大 應該都會有很多 或者如果加拿大 喂 你那邊有些什麼 Urban Legend 神神怪怪的 什麼鬼故 記住 稍後跟觀眾分享 或者你 這裡 困難一點 你看看 怎麼這麼和平 你那裡 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太和平了 那麼好 雖然說 Halifax 是一個 叫做 非常重要的 軍事巨點 但這裡都 在太平下 我軍事巨點 或者有空 說說你那邊 住了多一段時間 那麼加拿大又會 就是 分享一下你的 所見所聞 這樣 因為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是啊 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 今天都很珍貴 就是我們前幾集 我不知道Halifax 你有沒有看 佛世輩 之前的嘉賓 都是上班的人士 那麼他分享了很多 那些鬼祟東西啊 當地人的 古惑東西啊 或者他們自己的 舔東西啊 或者一些 一些 去當地 剛剛 就是初來報道 的所見所聞 但是今天呢 很珍貴就是Halifax 分享到呢 關於其實當地人 人和人溝通那個 價值觀 怎樣要步步為營 就是其實我 我也想不到 我做這一集的時候 我也恥要不及 覺得原來都 就是 都幾沉重一下 住在美國 所以我就 今天很感謝 Alfred 這個沉重 比香港沒那麼沉重 差不多 50 但是香港是另外的 就是如果 如果聽著 至少你美國 你什麼都可以說 是不是 你以為這裡什麼都可以說 問我 我不再深透了 香港就什麼都不能說 大哥 那 就是 反過來 香港其中 我從去年開始 講藝漢節目 都強調這三個字 香港 身在香港 那種 那種無力感 是很大的 什麼叫無力感 講完 講完節目都完 今天都很沉 無力感的意思就是說 你做什麼都好像 圖然 還有做完呢 你覺得可能 隨時會沒有 或者做不做都是這樣 或者不做這樣 又不行 有什麼可以做又不知道 就是這種呢 我估計都充斥著各行各業 不同年紀的香港人 所以其實我都希望 就是 佛世輩可以 講多一點 關於 是香港也好 海外也好 的一些所見所聞 希望大家 給一些些 街拉給大家 舒緩一下 這樣 是啊 香港人都辛苦 這幾年都 每放月下 每放月下 但是幸好的是 擔心到一些 認識 在外國上 就是 起碼現在的外國人 會常常說 香港這幾年都辛苦 是啊 聽到這句說話 我的心態就是 終於有人明白了 是啊 所以我想 要大家 和你身邊的朋友 講 關於香港的真實 裡面 正如 你要Subscribe支持 和Share藝康的影片 記住真的 麻煩你 Share 你的Social Media 因為我看到 你真的 你刷的Share是很重要的 多些人知道 否則 拿去我們這群人看 其實就不夠的 麻煩你刷那個 箭咀 那些箭咀 Share 出去你的Social Media Share 給你的群組 多些comment 這樣 今天非常多謝Alfred 多謝 我們 遲些你喜歡 我們可能再會 找Alfred 多說一些 加拿大的生活的另外一些 我們今天沒有Cover 或者說一些 去回藝康 也可以說神秘學 說主流文化 英雄文化 神秘學 我不敢說 這方面 主流文化也可以 說Moon Night 或者Map of Multiverse Stop the Strength 到時候再說 那我們今天就已經過了 到時候再說 下次大家見面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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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的